星期一,习近平总书记提出,既要有效的市场,也要有为的政府,这是一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。 在山西校里,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,因区区两脚钱筑记的一道高墙被拆除,企业获益的是8亿元。 两脚钱是十几年前就停止发行的小面额钞票,但就在山西省校里市,区区两脚钱却让产值加起来达到180多亿元的两个工业园区,一墙之隔不相往来。 这两脚钱究竟为什么会成为一堵难以翻阅的高墙呢? 焦龙煤气是焦碳生产的副产品,效益是全国最大的焦碳生产基地, 园区的十家企业每年要生产45亿立方米的焦龙煤气,除了发电和化工利用外,还剩下四分之一的煤气无处可去,都被厂子里大大小小的长明灯一把火烧掉了。 原来的焦龙煤气都通过这个火炬俗称的长明灯点燃放散了,每天有70万方都白白的烧掉了。 一个厂一天要烧掉70万立方米,那么一年下来呢,整个园区白白烧掉的焦龙煤气就有11亿立方米。 化作成前的话,相当于一年白烧掉了四五亿元,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。 而现在呢,这些焦龙煤气都顺着这根黄色管道,送到了8公里外的旅工业园区,成了优质的工业燃料。 8公里并不远,可就在煤通书气管道之前,旅工业园区六家氧化旅企业,却进水也解不了剑壳,眼睁睁看着邻居把宝贝当废品扔。 他们要么花钱买天然气,要么再建一条煤气生产线,凭空又增加了污染源。 为什么不用焦龙煤气而用紫产煤气呢? 用焦龙煤气每地方比我们用紫产煤气贵两毛钱。 一方气贵两脚钱,光先安化工一个厂,一年就要多掏5000多万元燃气费。 因为互不让步谈不拢,焦化厂继续点煤气的长明灯,氧化旅厂则重复生产煤气。 所以,别小看这两脚钱的差价,它横在两个园区中间,成了一道无形的高墙。 市场的手失灵了,推不倒墙,政府就该出手拆墙,用改革破题。 去年底,吕良市和教育市领导在一次调研中发现了这个问题。 多次专题研究,五次主导开会协调,引导双方形成了合理定价新机制。 上游的焦化企业先把煤气每立方米降价一脚钱, 每多用5万立方米,气价再降一分钱。 总的算下来,下游用气大货的气价至少能降低两脚钱。 这一下,两脚钱的高墙拆了,气也就顺了。 企业说好了,怎么去衔接? 效益是配套组建了国有控股的管输公司,来做稳定气源的二传手, 帮助协调解决好铺设煤气管道的规划,环平土地的问题。 上游的石骨焦化企业和下游的酒库这个用气企业, 我们已经通过85公里的管碗全部联系了在了一起。 易子落下满盘全火,两脚钱的高墙一拆掉, 消灭了焦炉煤气燃放和自产煤气两组污染源, 节约了66万吨标准煤,换来了绿水青山和多方共赢。 现在的焦炉煤气都通过这个管子疏通到了客户, 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利用,每年能给企业增加一个亿的收入。 如果将来供气能力能达到我们满百需求的话, 那么用焦炉气全部代替天然气, 那么每年我们可以节约费用将近两亿元。 当我们十亿立方出售能达到这个理想数字的时候, 我们为上下游创造的经济价值在八个亿人民币。 这看上去是个非常大的数字, 但是它的缘由都是由于两毛钱, 一毛钱的差距而造出来的。 两脚钱,一根管,八亿元。 发生的它们之间的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? 焦炉煤气再利用其实是个老问题, 要解决更没什么技术难度。 可是为什么区区两脚钱, 却能在两大园区之间筑起一道高墙呢? 说白了,两脚钱下面隐藏着一座体制机制的高墙。 不过,再高的墙也挡不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洪荒之力。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, 在这场改革中, 我们既要有效的市场, 也要有为的政府。 所以,当市场之手失灵的时候, 政府就要果断出手。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, 就是要当好改革的施工队长, 一杆子插到底, 在一线忙施工, 为一线解难题。 这正是在改革攻坚, 涌创新路中需要彰显的山西气托。 下面来看,